市長 早上支持的時候 你也特別有講到防疫這一塊 你是在否定城市中 你有提到黃山 還是在肯定黃山山嗎 黃山山在防疫過程中真的是很盡心盡力 這個我想 我相信台北市內部的官員 或是你去問那些萬華的商圈夜市 他一定得到肯定 有做沒做我們知道 防疫我覺得這樣 不應當去否定整個台灣防疫的問題 所以我們防疫最後成績在全世界看起來還不錯 但是這個我不認為他是陳時中個人的功勞 第一 台灣醫界本來就是在歷史上 醫療界有台灣最優秀的人才繼續在這裡 所以在政府的各個部門裡面 過去從衛生署一直到現在 本來就是政府部門表現最好的 第二點 我覺得2003年SARS 我們有受傷 反而失敗是成功之母 所以台灣有17年的時間 這整個公衛體系是進步很多 所以失敗為成功之母 反而是成功為失敗之母 什麼意思你知道 當陳時中在立法院說什麼事件什麼追得上我們就知道慘了 因為通常這種太驕傲就容易失敗 還有一點 這個疫情能夠控制 真正的功勞是我們有高素質的台灣國民 你看其他國家要嘛極權國家出動武警軍隊控制 如果是那種所謂民主國家 那種英國啦美國 死傷多慘啦 那根本就 或是印度 根本就沒辦法管 我們台灣老百姓你叫他戴口罩就戴口罩 叫他不要出門他就不要出門 我不敢說百分之百了 大概接近90%的都聽話 所以這疫情才能夠控制 所以本來就有好的醫界 我們SARS以後有17年的準備 然後台灣有高素質的國民 我跟你講陳時中有辦法去當紐約市的市的衛生局長 看他有沒有辦法控制疫情 我才不相信